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中间新闻开放新中国节目 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 有9成5的台湾青年对于现在的职场生态感到不满 苦闷指数6.9分 超过了满分10分的一半 那么为什么苦闷呢 当然薪水低 工时长 升迁机会少都是主要原因 而这也让年轻人不再坚持留在台湾 因为语言上的优势现在吸进大陆的人才不少 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是一个警训 那么过去10年来 台湾海外就业的人口已到大陆最多 从29万增加到42万 产业别也不再局限于像科技业或是制造业 而是慢慢流向了劳动力高的产业 像是已经在上海举行过三届的士林夜市小吃 如今来了许多年轻面孔 有些人放弃了在台湾年薪百万的工作 也有姐妹两人离开了朝九晚五的行业 选择吸进摆摊 他们的夜市人生不只拼薪水 也拼未来 台湾绿岛被远香杂 台湾澎湖的花枝丸 人生顶沸越夜越热闹 台湾夜市小吃在上海紧张乐园开张 大肠包小肠育圆这些台湾味 吸引满满的人潮 举办过三届的台湾士林夜市小吃 这一回不止贪商来得多 更多了许多年轻年后 考试蛮于这对平均年龄25岁的两姐妹 来自台北新店 大学毕业后 姐姐先在公司行号做客服 妹妹则是在学校担任行政人员 却都放弃朝九晚五的生活 来到上海过起夜市人生 其实也是因为在台湾工作了几年 觉得没什么前途 所以就想说一起成年 还是年轻就赶快出来拼一拼这样子 对 我以前就想说 将来要自己开一家店 那如果我现在在这边 我多方面学了很多种 所以其实我以后开店 是非常有大的帮助 带着四万块的创业基金 租下摊位还得付房租 为期七个月在异地的摆摊生活 吃得用的自然都得省一点 我们来到上海就住在这里 那我们这边的话 比台北小很多 对 一进来我们平常衣服 就会晾在这里 然后洗好的衣服 就只能晾在这边 在走进昂贵的山海 姐妹俩住的地方仅有四平 睡个觉还得走进 硬格出来的狭小空间 而像他们一样 放弃在台湾的稳定工作 离开舒适圈的年轻人 还有他 熟练的搅拌面盒 在这之前他可恕为年薪破百万的 理财专员 却也愿意放弃稳定的工作 与好友集资15万人民币 灯货卖起鸯鱼商 因为我们的面糊比例 或者是它发起来的过程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尝试 门外汉要抓到各种诀窍 难度可真不小 光是面糊的比例就试了上千回 问他跑来这里 从零开始值得吗 他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主要是因为来这边是当老板 在台湾就是我一天最多 晚上加班到9点 我就可以拿那样的收入 这里的话就是风险自负 投资的风险多少 你的收入还是会有一定的占比 我期待的是我现在投入的成本 就是时间成本 未来换来的是价值收入 你好 欢迎光临 我们涂在这边 努力叫妹研发各种钓鱼烧口味 盼拿天真能实现创业梦 有间独立门店 尤其在上海有两千多万的人口 庞大的饮食市场 不只让年轻人转行 跃跃欲试 在台湾拥有超高口碑的 知名生煎包二代 也首次来到上海开辟市场 观光的人少了 当然难免就是会影响到 我们的摊商的生意 当然每一种种类的不太一样 可是多多少少都是影响到 那走出来也是必然的趋势 受到陆克布莱的影响 在士林艺市已走过30多个年头的知名 生煎包也选择来到上海 利用为期7个月的时间 找寻进军大陆市场的机会 大陆这边人比较多 可能就是市场会比较大 他们这边虽然有上海的生煎包 可是毕竟是不一样 他们这边市值大率等于是几乎是零 所以我们现在来打拼看看 这边市场的接受度如何 不同于上海的生煎包 以皮厚书脆为卖点 来自台湾的老字号 要以皮薄限多打下门号 无论是二代接班 还是年轻人创业 当这些劳动力基本人口 选择西境找寻更大市场的同时 某种程度也反映出 当台湾的薪资停滞不前 就业市场低迷 这些台湾年轻人宁可放手一搏 也不愿意再固守台湾市场的真实现况